台南的仁德运动公园特色邮剧区启用不到两天 结果传出沙坑有铁蟹跟磊青 让家长质疑这些东西恐怕会割伤孩子 另外在屏东的万丹公园 有小朋友在沙坑采到的尖锐物品而受伤 光着脚在沙坑小朋友玩得好开心 屏东万丹公园是不少家长带孩子放风的好地方 但却有小朋友玩着玩着脚竟然受伤 左脚无名指血迹加割痕看着家长好心疼 小五儿子拖鞋在沙坑玩居然踩到尖锐物 必须轻创缝合 他将事情po网提醒其他人注意 现不获报立即处理 除了探视受伤孩子 针对公园沙坑承诺定期清理 请全责单位派员定期 或者是时常来把它翻土做一个清洁 而在台南仁德运动公园特色邮剧区 3号才启用就有家长在沙坑发现尖锐物 黑色石块还有生锈铁片 看着家长捏把冷汗 小朋友脱了鞋在里头玩 要是踩到还得了 觉得这样很不OK 因为小朋友这样很危险 去公所立刻封闭检修 将要加装监视器以及照明设施 不过尖锐物哪里来 一度传出是遭人恶作剧 应该是那些石头比较属于瀝青的石块的部分丢进来的 那有一些好像是铁屑的部分 那我想那个应该是他们怪手履带屑屑掉下来 游戏场的部分暂时先封残 那我们来做一个相关的物件的一个检修 带小朋友进来的时候一定要穿着包鞋 不要脱鞋喔 市值超过千万打造 市府加强管理 不只让家长安心 更要保障孩子安全 记者台南屏东综合报道